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胖高峰,欢的来回到我们频道,今天我们就干嘛呢,我们去调琴,不是调琴啊,从中调我们的这个台道乐器维修的审代,好久之前我们其实拍过一集关于这个集的保养的这个话题啊,前一阵年度总结的时候,我们跟男主买了一些新东西了,我们的狱的有点准备到,调整机, 应对我这个,此时此刻应该已经演完了,其实演出,也是北京厂,我买了那个分析家的接口,换,换完琴弦,调整调整的状态,另外还有这个拍摄的bass,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记录记录这个过程,作为此次vlog的内容,走 O 只要不要uent,我有一年为一期是微 tych,您把鼠台摆在吧, hagba兄弟打算吧,没有再装网片,我要解雕 contributed to the limite,如果今天就拍摄的是什么? 4把这个不止吗?owane,you know yourorem, hectares or you know your state? 4把5把,这个不行啊,你穿 просто? 4把,4把,5把。 对啊,倒点还是买了这个布章子, però。 可以哇哦,想把这个不 like wها, deixa you go to, Jackets and pieces are which way for the boys toriel. 什么老太的神奇对 有点五 看能有多少 可以的 那手感是往低了来点 可以低点 可以低点吗 就是你的手感也是有点小片化 比以前弹的劲儿小了 不来管那边那边是小的就偏高了 因为现在团的比以前快 而且一整场现在团的比以前量大 所以整体就是手劲儿小了 不然大皮色手感能好一点 对以前的手感会特别舒服 我现在用一年 用一年满载的 反正你要用的狠的话 你这皮色也禁不住给你录 可以 可以 来试试 换起来了吗 还没换呢 这些是个没加层的黑布板 我觉得这些招呼入子应该全带出锅的 小贝子 还有这个发音队 迪安产地 迪安产地来 是吧 这是我一个弹贝斯的哥哥 哥爱给我的 他觉得我会特别喜欢这琴 结果呢 我一试呢 还真是那么回事 我还真特喜欢这琴 怎么讲呢 你记得我过去一直使用美豪吧 哇 那美豪可有年头 是不是啊 实际上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 Funder的贝斯音色 但是呢 依我的需求呢 我需要它是一个五弦 那怎么办啊 不是还有F吗 那F我使得也挺开心的 但是呢 那个呢 比较冲 而这个琴呢 诶 有这个琴的特点 它我觉得就是一完美的 五弦Funder的豪华的替代品 它的声音呢 做起来这种流行啊 什么R&B啊 so啊 funk啊 会更合适 那个F玩什么gospel啊 摇滚啊 甚至重的啊 就是它能造起来的时候 能非常早 这个琴在我看来是最大的特点 就是平衡 非常的平衡 音色非常好 重量啊 颜色啊 手感啊 都非常好 对 现场演出啊 琴的重量其实是个很大的应用标准 这琴现在我就 让潘雨娇同学拿着试了 是不是 这个巡演一直以来使得开心吗 觉得 开心啊 是不是啊 采访你一下 手感和音色都特别好 是吧 还挺适合他用的 对 潘老师比较会选 也是赶上了 我觉得好多琴吧 容不到你选 一个缘分 乐器 乐器这事我觉得大多数是缘分 嗯 得碰 包括配色啊 各方面 你想买的你一定能买得到 这琴也是赶上了 你在网上找其实很困难 不太能找得着 而且它这个配色在舞台上很合适 我至今看到这琴就只有一把在网上 是一封木质版的 还是最近才有 而且在日本 国内的好多freedom 包括黄葱的那个不都是封木质版的吗 对 玫瑰木的很少 嗯 这个琴而且状态也很好 对 对 你看刚才我就调了一点 曲度稍微往后仰了一点点 往下水咸去变高什么 嗯 我会把后边再给你降低 好好 谢谢 就是曲度有点往后仰了 所以说把曲度调直了之后呢 琴弦确实会变高 但是咱们就把后边再调低 好 这种状态的话就没法发力弹 尤其第八位 你第八位一发力弹 就开始丧片了 嗯 就噗噗噗噗的 对噗噗的 潘老师怎么样 好 对这把琴呢 十分的喜爱是吗 我自从用了没规模之后 我就不太喜欢封木了 以前的话是蛮喜欢封木的声音的 那我跟你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封木它不如这把琴清洗 贝斯的话我就更喜欢封木之版 OK了 这琴首先啊 国内没某 其实呢不贵 琴就是美专二代 国内好像只有一把 还不是这配色 1149降全音 看下来挺挺壮的啊 现在还是1046是吧 现在应该09 它全是0942的 1149降全音 我觉得应该是逼不大 逼不大 逼不大 因为它现在我弹这个琴啊 太亮了 太脆了 但是这本身是它的特点啊 但我要想现场使呢 我希望能让它稍微浑一点 稍微的 美产是吧 嗯 做工是其实挺好的 挺逗的 挺有意思的 就这对牛它有什么爵士党什么的 我倒在闹不明白 找我什么爵士马特 像你刚才说的 Mostang 渣瓜 嗯 都有点区别了 也知道 收集器 就是这么容易花 这也太容易花了 对 我这不太乖 我那天天想让它花成这样 它不花 可是它这个地方是我怎么弹的时候 磕的呀 是吧 你这边你带线往地下放着 你这样 再它是软质消息器 你也不会想太多 你磕不磕到最后的都是滑的 嗯 都是污的 也没有亮度 其实我觉得那个P2S的漆是最交接的 对 一下不能碰 一颗一白印 对 因为巨质器都是分好多层的嘛 它的漆膜有大概情况下就是分三层 三层漆膜中度和表漆面漆的那层抓力特别弱 嗯 所以说你只要一颗面漆跟中度就分开了 嗯 一个大白圈 不用独立挑线马 线弧度的已经定好了 铺板很软 嗯 你把它撕下来也晾它不到几天 这代表换一个锅 对 代表做个新的 这玩法卖的挺多的各种色 嗯 但卖的成品都是螺丝眼对不对 哦 是吗 所以说我这都是拿成拿着一个材料做 这就是三层的板 四层 四层 嗯 白黑白那三层是PVC 表面一层塞路 薄薄一层 也是塑料 这不是这么叫 看一个去是螺丝这一个轴 琴桥的高度调整螺丝 好假 嘎嘎嘎哎响响 据说这个还是改革过来的 就是新的新设计的这金条 对 它底下是尼龙套 看到了吗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尼龙套会比你的常规的那种金属套 要更滑一些 因为这种材质是自认滑的 理论来说应该更好调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嘎嘎嘎嘎 两三话吗 咱们来一个分析家 你对这玩意什么看法 我对这玩意什么看法 它固然很好 确实很好 从插线的线头 线头的稳定性来说的话 肯定比常规的这种要更稳定 你不会说演出过程中 你碰到线出现噪音 断音这种情况 它几乎不太可能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会有提升 需要拆后半分 对 OK 就是这刚好需要替换一下新配件 老配件老化太严重了 换的时候顺手换一个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说原来那是个好的 然后把它拆了 然后怎么着 那没必要 我想试试 我想尝尝 我想尝尝系列 不是前面得还有一句话 我没有拥有 我想尝尝 这次拥有了 你别说这个换完了以后 这个还挺好 这张力感觉 是吧 手感很好 但也没觉着腰腰的有多粗 你可以再拿一个琴之后 弹适合这个琴的去 就是比如那些摊人蛋那些东西 就比如那拿一七威 还是摊你自己的 觉得就不合适了 是吧 对呀 就是这种感觉吗 然后那个 我请出了一位 嘿 这个行 这么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 这个可是真有意思 嘿嘿 单摇拍里 这前身器真的是极少见 这个帮我摘根摘两根黄 摘黄 现在这个摇发 摇不动了是吧 这个好玩 这个真的好玩 就是你甭敢喜欢不喜欢 你可以骂贱啊 但是因为大家看着都特感兴趣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路的啊 我还没测呢 这些 我不知道这期节目播了 这些测没测 就是 比我想象的好这琴 在那个AZ AZN 不错 还有这把琴三把 我目前觉得 以现在它五根黄上紧的状态 所以它的音色是最好的 这三把这个 嘿 擦成头了 行 你看它勤劲啊 它跟那几个肚子不太硬 首先它宽 而且有点U型脂肪 还挺舒服 实在是太逗了 它有两款 有一款是不带这个腰瓣的 实在是太逗了 带腰瓣 然后呢 单独给它做了一个这样的十一框 还是按照单一圈胎的那种方法去做 嗯 但是又不是传统胎的那个样子 传统胖瓣 22笔 来吧 摘两根黄 然后换钱吧这个也换 应该是个有意思的 这你好好测试吧 这应该挺好玩的 尤其在那前十一期 你这波片快一样 你这波片弹硬的位行吗 就是弹硬的位是什么巨厚 这看快不快 我估计是速度一下就上来了 你懂吗 你看这厚度 看 我给你们看到我用的后片的厚度 我觉得波片跟火机是一样 就是永远会被人切 那想给用干了 是挺困难的 就是肯定虽然没用完之间被人切了 来对比一下 这是沈的波片 这是我的波片 绝了 以憨为主 拿这个它绝对快真的绝对快 这摘完了是吗 大了 我试试啊 哎这容易多了 能起来了最近吗 其实它是个小张摇 能留点量 对 但是它这个稳定性来说是完全可以小张摇的 前面带走 大多数咱们自己想外招的时候都是帮底下垫块擦心布之类的 因为只要是后有弹簧的 尤其在你三根簧的状态的时候 你发力弹的时候 基本簧簧都在后边震动 有一个金属翻阴 我真不懂这个 好多煤产在这里边 这个簧里边塞一个海面瓣 这样呢 我看还有是这么着斜着 那样张力大一些 因为有两根簧一直处于临界状态 你现在这个簧其实它是放松状态 你这样再往下压的时候它就会拉长 但是你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斜状态的时候 比如你这块刮到二 这块刮到醋 这两根簧一直是在拉长状态的 张力会大一些 一直高张力的簧 卸两根簧 要不然我那摇瓣拉着 基本上不太动的 这琴玩点那种摇滚啊 蓝调啊 瘦啊 这些时间也能听 但是是明显是那种先vintage的路子 但是它又配置又很现代 手感又很好 哎 介于这个真的是AZ和Telly的一个合体 挺好意思的 这个琴 挺适合现代人 就是你想要点不太一样 但你又有一些对于传统的一些喜爱的 这么一个 我想我早的小伙伴就说 其实我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Telly 对Telly是比较有感情的其实 Vcode是吗 那个 那之前我还用过好长时间 那个琴也不赖啊 嗯 后来也卖下来是吧 其实那个琴挺全面的 对啊 它是个小双的金角这些 就是低沉内心 然后瓦太厚 对确实太粗了 对内心太粗了 就是你演出它呢很累 录音呢又有很多比它更好的选择了 所以当时正好我一学上当时就喜欢 喜欢我说就卖了呗 我当时你记得也是应急买的那咸鱼啊 那时候刚有咸鱼 然后我记得我还把这录给你改了是吧 对对对对 实际切换改成哦 今年去重庆演出的时候 我就剑上卖我琴的大哥 来不来看我演出来了 行 原本是好 那是为数不多的允许出口的日本人 也不是说不让出口 也是那种漆面 就是怎么磨都不太就 怎么磨都不太就的 跟那不来罐那种漆是一样的 因为刚才咱看拍眼镜那个 一碰就一口了 它吃力太软了 嗯不精华 过去就大家都不认着了 在中国刚开始玩乐器的时候 大家都是怎么笨 怎么漂亮怎么新 怎么亮怎么去 包括过去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Gibson和Finder也是 就大家都是笨着 怎么漂亮怎么亮 怎么新来 对吧 不像现在有relief 有murphylive吧 对吧 murphy 还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里 我就通过玩换成样的玩 再去理解这个 无论是音乐还是乐器 这需要一个过程 先积累音乐是好的 乐器随着你这个 迟币迟着越来越多 你可以慢慢的玩 换着玩 其实你好琴弹多了 还有个针给你毛笔还给你灌出来 会有多是这样的 你再弹别的琴 好琴是容易给人灌出点毛笔 反而是刺琴很练你这个控制手的 反正我是从红莲起步的 那闲俊 手火锅 地狱一样的闲俊 而过俊它是一个是做工也不行 那东西也便宜 再加上大家的环境有使用 环境环境也都不合适 这不是像沈老师这些 专门干这个的 你让一般人使发 它就算是有点变道 它绝不出来 也不会往那儿想 光查不到那 也不会往那儿想 主要是不往那儿想 阿民斯这品控 就算已经算可以了 相当牛逼的了 毕竟都是流水线的产品 不像那Master Build 你看Dale Wilson那一把琴 现在就说等六年 天哪 订单六年齐等 确实这两年 这Master Build是吵得是真狠 加上整个是全世界的 现在这音乐的趋向 Gibson是这两年 从它发展重途以后 有点后反劲 有点又要再起 但是也是因为就是说 传统的音乐更受欢迎了 过去那些新派的 你看像连PRS都出单影圈了 对吧 连PRS都玩ST了 对 这个AZ系列 你别说艾菲斯这个漆做的还不错 这黑还挺正 真有不正的黑 其实我个人觉得分子里的黑 就不是特别正 我们小时候听说 这个黑漆都不好 说那个好漆 那木头底木纹漂亮的 它能露的 它一般都给你露出来 都是那底木纹不好看的 都给你刷一整整漆 小时候反正都这么听说 就觉得上满了 全是一耍漆的 就底下起码不玩宝看的 你像那个PRS那个 他不用说 它这贴面 非常漂亮 它显脚是GOTO的 GOTO的 日产型这些的 包括它刚才那FREADM的BASS 包括你这个芹桥 什么都是GOTO做的 配件还不错 相当不错 而且性价比很高 它这实际器是simple round的 对 下面的设计 这个手感也相当的OK了 嗯 哈哈 那我拿这把材质挺好看的 出来了这个还是很简单 它之前能强能摇动 它这几根就是510系列那种硬张力那种荒 你看它单黄拿着你掰 觉得特别硬 这个还是 放个电池 放个电池 我带电池了 OK 电池自卑 出烟不会 合格所欲反胃 这个芹是可劲的 做就可以了 他们上次说跟我要还心的 我没同意 我说旧要为啥 我觉得它还不够旧 大家好 我是攀雪椒 咱们2022年新的巡演现场见 咱们2022年新的巡演现场见 怎么拍 你都能记住啊 哈哈 就这个牛皮吧 都能记住 我走过的走的 听过吗 听过吗 这歌 听过吗 这都应该琴行标配 对啊 就琴行学琴 对吧 琴行不然也不是这个 就是 就是 对 要么就是比昂 这一唱这歌上演 李同胜还占电话 拜拜 好嘞 新年快乐 这一年还有个三四天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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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捏一个 这就是 Murphy的耳酒 这是什么事捏一个 哈哈 有叫逗一个 是吗 整一个 整一个 入一个 收一个 对对对 是是是对